中共駐加拿大大使崇培武10月15日 在使館舉行視像記者會 簡要回顧中加建交50年 並回答了包括孟晚舟事件 香港、新疆等記者提的敏感問題 當日記者會內容刊登在中共駐加大使館網站 崇培武聲稱 孟晚舟事件是美國一手炮製的嚴重政治事件 中加關係因為孟晚舟事件面臨嚴重困難 並指責加拿大充當美國的幫兇雲雲 他還聲稱 涉港涉疆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人權問題 都是中國內政不允許任何外來干涉 對加拿大最近接受來自香港的難民申請 並且有近60名加拿大聯邦參眾議員 呼籲加拿大政府給予更多港人庇護 崇培武表示 中方強烈反對外 還將香港抗爭者形容為暴力犯罪分子 並指責加國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雲雲 還威脅說 如果加方真正關心 在香港30萬加拿大護照持有者的健康與安全 及大量在香港營商的加拿大企業 就應該支持中方打擊恐怖活動的努力 崇培武的言論激怒了很多加拿大民眾和官員 在社交媒體上對他進行評擊 認為他公然在加拿大對該國公民安全進行公開的威脅 並呼籲總理杜魯多對此強硬回應 在16日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記者會上就中共大肆威脅 在香港的加拿大人後進行回擊 他說在中國大使反對歡迎香港民主運動人士之後 加拿大將大聲捍衛人權 而加拿大保守黨領袖艾林·奧圖爾 17日在推特上亦發聲明 甚至要求杜魯多政府應將崇培武驅逐出境 他認為中國大使對香港的30萬加拿大人進行了威脅 並幾乎沒有遮掩 加拿大保守黨要求重培武收回言論並發表公開道歉 如果大使不能迅速地做 我們期待政府收回國書 他在推特下 很多加拿大人表示支持、認同 據加媒《環球郵報》報導 一對曾反對反送中運動的港人夫婦 在今年9月提出難民申請後獲得批准 另有45名港人難民庇護申請正等待審理 請從以夜中、出雲一鍵 都接受了 我需要werk難免 電愛 電愛